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假的 西方奉行的是言论必须遵循政治正确 第一个事是在马里兰州街头出现一个讽刺攻击拜登的巨型广告牌 画面内容在我们中国人看起来已经是人身攻击了 广告牌把拜登与副总统哈里斯制作成卡通形象 并且叠加在两坨粪便上 并且配置别怪特朗普 你被这两坨人类粪便困住了 来自卡尔福特县那些可悲的人 但在2015年美国最高法院就在一项裁决中 广告牌上的标语也有言论自由 所以尽管当地美国老百姓投诉 当地民主党的委员会也希望能够拆除 但卡尔福特县县政府是无能为力的 在这个例子中似乎美国的言论自由是真的 然而在另一个事里美国的言论自由就不存在了 艾米利华尔德今年22岁 她在今年的5月3日刚刚应聘成功 入职成为美联社新闻助理 然而她因为在推特上发表支持巴勒斯坦的言论 遭到了美国网民又以政治势力又以媒体的围攻 在5月19日她就被美联社解雇了 解雇的理由是违反美联社关于社交媒体的政策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艾米利华尔德 她是一名犹太义女性 而解雇她的美联社在加沙地区的办公楼 被以色列空军炸毁了 以色列所谓的这栋大楼内存在哈马斯办公室的证据 至今都没有公布 如果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所说的言论自由是真的 那为什么艾米利华尔德因为发表支持巴勒斯坦 反对以色列的推文会被一大堆美国人攻击呢 如果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所说的言论自由是真的 为什么在被炸毁了加沙地区办公室的美联社会 立刻给员工发邮件 提醒员工不能就有争议的公共问题发表意见呢 所以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所说的言论自由是假的 他们真正遵循的是言论必须遵循政治正确 我们要注意一点 西方的政治正确和我们中国的政治正确 不是一个概念 我们中国的政治正确更多的是指一些政治传统 道德标准约定俗成的规则所组成的 而西方的政治正确其实就是一套大多数人对某市某人某国的共识的前规则 我们举些例子 比如说西方社会和媒体经常出现针对他们领导人的攻击和指责 这也是中国公知金美吹的最多的东西 他们认为这就是言论自由 但其实在选票政治之下西方国家的领导人最多也就代表接近一半老百姓的利益和选择 始终尊重和维护领导人并不是大多数西方民众的共识 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 攻击和指责他们的总统才是西方社会的政治正确 西方整了个新词叫做言论自由 在西方说什么东西就不会享有言论自由呢 或者说提哪些事就政治不正确呢 最著名的比如说N开头的对黑人的歧视性称呼 这个词在西方就是绝对的政治不正确 前段时间有个新闻 美国一个大学老师在上讽刺文学课的时候 讲马克图温的反种族歧视小说傻瓜威尔逊 他引用了其中一段含有N开头的歧视性词汇的内容 本来这就是原文 马克图温也是美国反种族歧视的代表性作家 课堂上讲的小说傻瓜威尔逊也是讽刺文学 这名被解雇的老师在课堂上强调了这些 希望不会冒犯到学生们 但结果依然遭到投诉 并被大学解雇 大学知不知道这是引述原文呢 知不知道马克图温写这些就是为了讽刺美国社会当时对黑人的歧视呢 大学当然知道 但N开头的那个词汇就是美国绝对的政治不正确 这时候就不管什么言论自由了 不管这名老师当时是在什么环境下说了这个词 反正说了就得开除 类似的例子在美国在西方还有很多很多 更可怕的是美国或者西方这种政治正确是会变的 一个变化是会翻转 昨天的政治正确到今天就不一定继续政治正确 还有一个变化是会固化 西方政治正确下的言论会被延伸会成为禁忌会矫枉过正 我们先说西方这种政治正确的翻转的例子 在以前赞扬纳粹赞扬希特勒宣传白人至上主义 是西方社会绝对不允许的 在以前是没有一丝这方面的言论自由的 因为批评指责反思这些是西方的政治正确 然而最近20年美国德国西方国家又出现了新纳粹 又出现了白人至上主义 然而西方对这些现象越来越宽容 我们再说西方这种政治正确固化的例子 这轮巴以冲突以色列和美国的宣传很有趣 任何针对以色列的批评都被美国以色列定义为反游主义和反游言论 以色列轰炸美联社所在的大楼 美国不批评全球各国的民众在社交媒体上批评以色列杀害平民 美国和以色列说这是反游主义和反游言论 在美国反游是禁忌 这种政治正确已经进一步固化 甚至有些矫枉过正 任何对以色列对犹太裔的批评和指责 哪怕说的是对的都不许提了 正如之前提到的犹太裔美联社记者艾米利·怀尔德一样 支持巴勒斯坦批评以色列 那就只有解雇一条路 这轮巴以冲突中有很多批评和指责以色列的说法 其实根本称不上什么反游言论 但在美国依然没有言论自由的空间 所以还有人相信美国或者西方所说的言论自由吗 很多美国黑人不允许白人说你个 但自己在说 很多黑人一边反对美国的种族歧视 一边整天说着chink 随便做鬼脸把眼皮拉平 因为这样就可以嘲笑讽刺亚洲人 美国或者西方所说的言论自由本质上并不是人文价值 不存在正义与否 美国或者西方所说的言论自由 本质上是多数人共识形成的政治政权 也是多数人的暴力 美国一边不允许存在反游言论 但另一边却一刻不停的说着反中言论 拜登现在几乎在所有场合 推动任何政策的过程中 都把中国挂在嘴边 给美国民众灌输 中国是竞争对手 中国会抢美国人的饭碗 中国的发展会损害美国人的利益 这样的敌视中国的仇恨教育 美国媒体也一样 说什么中国试图改变规则 中国企图控制世界 中国搞疫苗外交 中国是战狼外交 这是言论自由吗 不是 敌视中国反中是美国和西方现在的政治正确 所谓言论自由 只不过是掩盖西方言论 受其政治正确节制所想出来的好词 就拿美国政客和媒体经常说的 中国会抢美国人的饭碗 中国试图改变规则 中国企图控制世界这三个话术来说 我们比对欧洲几千年的反友主义历史中的 对犹太人的说法 其实高度类似 犹太人过去几千年 在很多阴谋论里 不就是被描述成那个贪婪 阴险 企图控制世界的集团 需对世界一切政治和经济问题负责的幕后黑手 这和今天美国欧洲一些反华势力和媒体描述的中国合体相似 现在成为禁忌的反友言论 正在成为美国和西方国家描述中国的话语 最近经常有新闻传出来 八竿子打不着的一些小国的政客和媒体突然就莫名其妙的骂了中国 而他们之前和中国几乎都毫无交集 可见美国西方社会这种政治正确的力量有多么强大 我们这样的中国普通老百姓 大多数都通过学者和媒体了解世界 但其实无论是中国学者也好 中国的媒体也好 对西方社会这种政治正确是缺乏认知和了解的 可能也缺乏足够的警惕 西方政客媒体向他们的老百姓传递中国负面形象 已经很久了 尤其是最近的几十年 其实在西方很难听到中国的正面描述 西方这种反中政治正确的氛围 在过去是媒体和政客灌输给民众 在未来很可能是西方民众形成难以扭转的对中国的负面印象 在政策上反过来推折他们的政府和媒体搞反中政治正确 这样的局面发展下去 对我们中国在未来扩大影响力和经济获利都是很不利的 所以我们要重视争取对外舆论支持 至少现在的对外舆论能力和重视程度是远远不够的 中国学者要想办法在政治理论上突破 或者想办法以实际例子说明西方政治理论中存在的错误和悖论 中国媒体要更有勇气和责任感 论述对象和争取支持的对象要更侧重于美国和西方的普通老百姓 论述的话题和内容要更接地气 拜登要搞民主联盟对付中国 西方反华势力也经常说他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 我想我们争取对外舆论支持 不妨就从价值观开始谈起 西方的言论自由是真的吗 为什么美国不允许反犹太言论存在 却在到处传播反中言论呢 这些反中言论和几千年反犹阴谋论不是一样的吗 西方的新闻自由是真的吗 为什么支持巴勒斯坦的犹太裔美国记者被解雇了 就因为在推特上支持了巴勒斯坦吗 为什么中国给其他国家提供疫苗 就是疫苗外交 美国对外提供疫苗就是帮助全世界 为什么中国几十年来没有打仗 却被美国媒体形容成对亚太地区的军事安全领域进行挑战呢 而离开美国本土这么老远的美国在日韩的军事基地 却被美国媒体形容成地区安全的保障呢 为什么在美国媒体的报道中 不是法治社会的中国没有强制暴力 犯罪率很低 女性在夜外走在街道上很安全 为什么美国媒体自豪的美国法治社会 和道德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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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